新聞小聲帶觀眾朋友來看 是港義市各有座在這次月 齊勒萬萬樂部 消費五百塊 投汽車大眾的活動 發表頂錄金鷹是打破四億六千五百萬 很足十九年的兩輩 港義市政府在這之前 是透過地步來投資到六十八億中項的得主 在這二十四號基盤到百種點內 投到頭獎價達兩百六十九萬 無無汽車的得主所所欠收賊 是親自告頂來領獎 相當特別是他得主要的競爭 就是他買新車的發票 運氣實在是真好 這是讓市長運命會發起 發自買起車送起車 再接受到所所欠收賊的搖車 製造新車 作為搖車全國民眾來加他出貨 聽到的港義市政府門口這台隔代 將近二百七十萬的無無汽車 在二十四號中他找到他的新主郎 這位租商家因為買新車訂購 發票參加日空日圓年 將他吃個月子 順利抽到頭獎 他買新車又又抽到新車 連市長運命會都學了運氣實在有夠好 剛好配合這個活動去買了一台CRV的車 結果那張發票參加抽獎就中了頭獎 謝謝有媽市長把我抽出來 很驚喜 我覺得不太真實 還是興奮 可是我沒有堅強 每期兩個月的日空日圓年同意吃個月子 在此前 有同意市長運命會透過 特製六十八為的幸運得中獎 在這二十四號幾萬觀眾電力 市長運命會特別感謝全國民眾 和在地市民的這個支持 好 今年的消費金月 超過四億六千五百萬 和今年消費稼 卻卻勝中一倍 今天包括獎品 也有來自於我們各界的贊助以外 還支持 還獎勵 讓我們這一個購物節更見得 真的精彩萬分 所以才會帶來這麼多的商機 也因此呢 我也正式跟大家說明好消息 我們在去年前年年兩次的 營利事業銷售額創歷史的新高 去年嘉義市的營利事業銷售額 又再創新高超過了兩千五百億 我想看到在最堅困的時候 能有這樣的成績 這是得來不易的成果 也非常感謝所有的市民 大家願意共同的努力 也因為努力呢 更驗證的嘉義市民是值得大家來 值得大家一來再來 我們希望購物節雖然是圓滿的落幕 但是更重要的 我們希望在今年呢 我們要繼續往前走 讓我們攜手合作 防疫工作做好 讓大家看見嘉義市的亮點 每一個人發揮我們創新 創意的好的創意 然後吸引更多的人來嘉義市 今年的創意市 全港議市的賣去搶搶棍 除了登錄挑戰 主辦黨委和推資 架構王爭霸戰 竟然是正控激烈 最後總共有32位民眾 登錄的金額打破100萬 最後有一位空省市 以15002萬 7996塊的金額 獲得冠軍的報告 客戶價達13萬的LV背包 另外收到推資的電子支付 頂路正式的中行 也創作之1,168萬5,778塊的合成借 獲得出來嘉義市政府 推動電子支付的信號真好 在這班長點內頂頭 市長安民會也特別幫 感謝正好嘉義市 路貫上葉董葉公會 嘉義市不動散開發上葉董葉公會 和沒有沒有汽車載來的單位 感謝各方熱烈支持合上做 各部責結合在嘉義市 路貫業者還有店家 全力合作 這會當創作這麼好行業 細心新聞 由電視王秀山 嘉義市 彩虹報道 我們下一個月開始 有請客主題 八五百五百五百六百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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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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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五百六百的度